我叫袁忠彪 今年48岁 来自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所 我从事楼面护员技术工作 你不是家的这一招 我27年的工作 都没有遇到这么 这么这个 首先他要把这些碎片 尽可能地复原 这个湄公 内眼角啊 外眼角都很难看得到了 原警官现在应该是在 做他的鼻梁鼓这一块吗 两个眼窝 先把它大型捏出来 对 大概的形状 对 他在用手指寻找着 面部的每一个细小的凸起 通常连电脑重建 我们都要七天 有的十多天 所以我们在现场 这么要求原警官 是不是本身就已经很 不公平 各位老师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 眼部复原 尽管也只是局部 但是原警官将要通过 这个局部来寻找 这三十位当中 唯一的那位目标人 原警官 现在您要通过您 复原的这个模型 来从您身后的三十位 挑战助理中 找出唯一的那位目标人 我原本以为原警官 会拿着这个模型去 对 在他脑子里 心中有数 全在这儿 二十五号先出来一下 请大家保持安静 二十七号出来一下 十六号出来一下 九号也出来一下 十五号出来一下 十六号出来一下 十六号回去吧 十六号再出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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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 二十六号回去 这两个是相似度最高的 你对着那个模型 看十六号很像 主持人 我确定在这两个人之间 您的答案 就在这两个人当中吗 对 好 因为鼻子没有信息嘛 所以我只能从眼睛上去推大 所以就很难看他 好难啊 真的好难 我选择 我选择 我左边这位 我左边这位 没有被选中的九号 请后撤 好 接下来 有请十六号模特 揭开你身上的名字 古金金 请挑战助理打开箱子 我们有请袁警官自己 来揭开这个名字吧 应该没错的 古金金 古金金 好 挑战 挑战 好 好 来 厉害 厉害 大家 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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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